近日音乐剧《人间诗格》在上海上演 舞台灯光音乐的完美配合 让人们自然而然的沉浸其中 大幕拉开 书页构筑成的人间诗格世界 缓缓揭开了神秘面纱 《人间诗格》改编自《太宰志》的著名小说 人间在日语里是人的意思 人间诗格意思就是失去了作为人的资格 主角业葬生性懦弱敏感 世道的混乱人情的炎凉 使他痛感成为了人世间的异类 觉得自己失去了为人的资格 剧中的两位主角《太宰志》和《大庭业葬》 由全能唱作人白举刚和资深音乐剧演员刘令飞交替饰演 尽管在无数舞台经历过大风大浪 但首度出演音乐剧的小白 依然紧张到演出前夕突发胃病 音乐剧当中的一切对我来说都是新鲜的 我好像马上要赶紧脱离原来那个所谓的舒适区 曾经出演过中文版《音乐剧猫变身冠意》等作品 被称作《行走的CD机》的资深音乐剧演员刘令飞 此次为了演出效果不惜剧成寸头 一改多年长发造型 就是上一次剧寸头是初中的时候 然后这次又其实对大家来说是个比较新的一个形象 所以就像我对这个戏的期待一样 我觉得也是一个全新的一个期待 我对自己这次的表演也是会很期待 虽然此次是白举纲和刘令飞的首次合作 但是他们不仅表演上相互成就对方 台下也已经形如兄弟 就是我最开始想要飞歌的时候 我也会觉得哎呀这个人怎么这么冰凉 有一次我问飞歌 我们突然间打开话匣子 就是因为我们聊关于这个剧啊 关于内容的一切 好像聊到跟音乐跟剧相关的东西 一下就能够打开飞歌 除了两位主演 还有李伟玲 张伟伦 张庆丹等音乐剧顶级演员加盟 他们用身体构筑出这个独特又充满魅力的世界 音乐剧《人间诗歌》将演出至12月19日 想要一探究竟的观众千万不要错过 记者江整上海采访报